明知台灣和荷蘭都贏的位 台灣有可能是分組第一 荷蘭分組第二 但是是古巴和義大利贏的位 就看所有對我白行勝率四分差 但是台灣在後一戰一分都沒失的 總共也沒辦法打贏巴拿馬 因為只比四分差 要通過分組比賽那時候有難度 這位日本網友說得真好 未通過分組比賽還是古巴和義大 希望台灣能打去一段時間 我對台灣的加油歌曲非常害怕 電視頭前想要聽到這種加油的聲音 尤其最介意的加油歌曲 就是王柏龍選手的加油歌曲 那個時候WBC的日本台灣那一戰非常開心 有可能他在說王劍民主導的那場 那個時候日本拼到 好不容易這麼打贏 但是那個時候誰輸誰贏 還真難說 上方跟豚球的比賽 那個處理和融合出一場 現在想起來又非常懷念一場比賽 又想要看一次這種比賽 台灣要加油哦 會記得那個時候林老師在東京巨蛋的加油 時間來到兩七十三年三月八號六點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是李長現在也是 帶李明來東京巨蛋 親眼目睹這場參局回來你來後 大家叫我帶筛李長 我失去信心了 為了中法隊可以在東京旗開得勝 我絕對要來返串日本人來替日本加油 如果腳師真的前進東京 如果腳師跟日本對拍位 我來替日本加油 這樣中法隊就會贏了 我沒可能還回來去王劍做 帶筛李長 你來看洲際棒球場有多少人在排隊 不用懷疑 這場人都是帶筛帶牛 因為他們在排便室 不是只有我而已 所以大家都是帶筛帶牛 抗大黨抗大筛 好啦 現在繼續來翻譯了 為這場勝利來判斷 日本的尊重第一組第一名的對手 有可能是古巴 也有可能是荷蘭 不管如何名財一定會贏 不管是只有一個國家來比 也不會輕鬆 說真的萬雷的全力大 真正整個地方向他勝利 第一組真正是大家實力都差不多 不一樣的只有各個國家 這種世界最多的國家 對真正的好看 不管是大家一個國家勝出 哪像是南無神的存在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跟日本不一樣 因為他們都經驗過 所以就結束了嘛 聽見這位日本人 覺得日本人不應該輸 可能對他們來說 這個棒球強國 他們怕日本的輸掉了 輸不掉了 他們覺得很不民主 就像韓國一樣 好 第一組的姓道是關 他那是怎樣 哪像是無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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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蘇共一定有日本 但是也要看對手是誰 不太清楚的方法 很噁心的 你知道嗎 我也覺得日本有生命來 因為他們裡面有一個大股商品 對吧 第一組拍到蘭芬蘭蓋 真出味 每一組都穿滿 道具無情願放棄 日本最優惠的國家 台灣 替你們加油 林茂失利 感謝 Thank you 大家一邊都會贏不可 名菜和菠巴一贈 堅定是非常熱血的 打到十一點 大家怎麼像像狗爺都熟出來 整張2萬多人 真是很恐怖 看出來大家對中華 對台灣對愛 林老師怎麼說過 只有講求的比賽 才沒有那個能力 看完比賽 快點來做贏品 林老師很累 你知道嗎 大家更好心 記得分享按讚開啟小鈴鐺 最後希望 中華隊 台灣隊 trianese台北隊 也許福爾摩沙隊 大家作為來東京 今天年來是運氣真好 李明送我票會給我進來 感謝李明張小姐